位在板橋區忠孝路上的金富天下社區 獲得優良公益大廈社區金馬獎的環保特色獎 主委林盛基表示 社區能夠獲得這項殊榮 最主要還是全體住戶共同努力的成果 平時社區就非常重視環保與公安的部分 讓住在這裡的住戶有一個舒適安全的家 我們是歐洲造型 外觀美濃美放 我們美婦 外層都沒有家穿鐵穿 但是我們美婦都有徵受隱形 鐵穿集結束器 那這樣是要防止 兒童的罪惡發生 我們社區的各項建設 都有維托專業的公司 定期保養 及不定期的檢測與保養 對於能獲得環保特色獎 身為環保委員的陳峰哲和財委陳必發說 因為環境衛生關係到每個住戶的日常生活 所以大家對衛生非常重視 並且落實除以回收以及垃圾分類等 而且社區照明也採用LED燈設備 尤其地下室照明是以感應的方式 有人到燈才加亮 既環保又省錢還能得獎一舉數得 電的方面來講 我們都用了LED燈 然後地下室 然後該光明的話 我們就照以光明 然後用這個節能 譬如說人道 然後這個電源才通 這個原理 還有那個 上那個紫列的啦 還有氣力 我們就分裂 分裂 所以處理得很好 衛生人員在把關 所以我們大家住戶就很放心 而且大家也很合作啦 大家說只要把廚魚丟去的時候 要把所謂的廚魚 那個豬啊什麼不吃那個垃圾袋 他們就會把垃圾袋的豬 自動拿到旁邊分類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這個社區很和諧 非常好 所以我相信得獎也不是偶然 另外為了凝聚大家的相信力 社區也定時舉辦活動 不分你我團結一致 而且只要發現任何問題 住戶都會及時提出來改進檢討 讓社區更美好 我們大家很多人都會去注意這個社區 不管大問題小問題 就馬上拿出來研究跟檢討跟改進 所以才能夠得到 但是我是覺得得這個獎是 當然很榮幸 但是我覺得我們也是贏得的 最主要是我們這個社區 大家沒有分派 大家非常的和諧 而且在工作起來非常的順利 大家還有委員們 住戶們都把這個工作交給我來做 也聽從我的指示 大家同心協力 所以做得非常好 當然很高興 因為這都是大家的努力 因為我們也是參加好幾次了 總算有一個結果 也謝謝大家 謝謝各個住戶這樣子謝謝 金富天下社區一百多戶居民 大家秉持著以和為貴的精神 加和萬事新這樣的理念 打造一個溫馨的社區 建立安全乾淨守望相助的大家庭 數位天空新聞 板橋報導